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POP抢先报 那在昨天爆发 这是继马英九特别废案 还有泄密罪 以及这个三中案 他是第三次被起诉了 大家都知道 特别废案他后来是被判无罪 可是他当被起诉的时候 他非常的慷慨激昂 就宣布选总统 那泄密罪也是被判刑 确定但是得一颗罚金 那三中案到底马英九 是否最后经过三审 会被定罪 会被有罪 这是后续值得观察的部分 那简单来讲 马英九他在三中案里面 之所以被起诉 主要是针对检察官 他们侦办的几个面向 大概分几个部分 这起案子是2016年 经过民众告发后 正式签分 他之案 后来显然就是检方持续侦办 那主要就是说 是否涉及及毙土地 跟这个经营权遭到贱卖 比较令人讶异的就是 在三中股权 卖给中石集团的时候 最后呢 中石仅买了华夏公司的壳 以及中市公司 因为整个是由华夏公司来处理的 那三中案顾名思义是中市中影中广 其实中石集团当时候只想要中市公司 那至于呢 可能被起诉最关键的因素是 有没有贱卖 当时候如果包括中市中广中影 所谓的三中的股权 是由这个华夏控股公司 所持有的 是共计40亿元 用这个价格来贩售给中石集团 旗下的荣立控股公司 那有些人讲就是说 在相关的董事里面 有一家他们出价是高于 后来所卖给中石集团 所谓的荣立公司的这个高价 那何以呢 采高价不求呢 而用借卖的方式包裹给于建新 就是荣立集团 我们中石的这个报老板呢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北检还经过调查发现呢 当时候三中股权四价 除了远超过40亿元之外呢 最重要一个关键是 于建新他在交易之前 曾宴请张哲称 当时候是行管会主委 曾经有个过程 是将一千万元的现金 放在礼盒里 后来张哲称发现之后 立刻退回了 所以何以要震惊呢 如果这是一个合理的交易案 为什么要送一千万元的 现金在礼盒里面 而对方是退回的 所以张哲称这个部分 自己可能 適度的做了一个危机处理 那另外呢 中投的前总经理汪海清 另外一个也是令人匪夷所思 也是案情的一个关键转折 就是他在每一次开会的时候 他偷偷录音 这一次检方就是发现了这个录音档 所以呢 马英九他具于何种的角色地位呢 如果贱卖了这个所谓的三中的股权 而荣立最后说我们只想买中士 那马英九他是否有指示说 尽力不要破局 还说那就当作回馈吧 这是攸关后续的法院的审理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至于其他部分我们就不赘述了 还是环绕带是否将这个党产 用键卖的方式给予企业 这是整个马英九他背信罪 遭到起诉的几个重点 那我们就政治层面来讲 最近有人就分析 马英九他到底有没有可能回国参选总统 大家这个说法不一 甚至有特殊的媒体 他们做出了相关的这个民意调查 说这个马英九他的民调支持度 远远高过现任的总统 蔡英文总统 那这些都是看到了有一些蛛丝马迹 而且在马英九的口吻上 似乎并没有完全的否认 或者说拒绝 所以呢 几个方向可以观察 一个是有人熟知那些人讲 就是说马英九他到底会不会 又跟上一次特别非案遭到起诉 那时候慷慨激昂 宣布参选总统呢 这一次前面的这个泄密罪 跟这一次的这个三重案的遭到起诉 可能是一个关键 我就讲到这里了 我觉得这个后续也可以看到马英九的动向 那第二个呢 如果马英九他一旦表达意愿 他要参选2020的总统 那就要看了 有两个天王 一个是吴敦毅 另外一个是朱立伦 他们会不会采取反抗的这个姿态 熟识那群人讲就是说 一般来讲分析他们的政治性格 应该是不敢立抗马英九的 因为过去都曾经是部署 当马英九当权的时候 他是权力的给予者 他们是接受这个权力的分配的 所以未来2020呢 马英九是不是一个国民党最好的选择 换个问号 那如果马英九回国参选 他的这个效力 就是说胜选的这个几率高不高 也换个问号 那是不是要有其他的人 能够有一个夹缝中争取出头 甚至譬如说 如果是朱立伦搭档张燦正 是不是适当的选择 或者说吴敦毅本身 他跟朱立伦之间 他们怎么样折冲协调 或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初选机制 能够协调出一个人胜出 这可能又是要上演过去国民党 非常多年以来 灌场的一个宫廷大戏 所以马英九他即使卸任之后呢 新闻还是不断 在我们也相对来看到 我们历任的总统 卸任之后都官司缠身 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罪名 我想马英九越来越追赶了 陈水扁当初 他所犯下的这些司法案件 只是数量没有陈水扁多 而陈水扁犯的是贪污罪 还有相关的其他的这个洗钱罪 所以马英九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冤枉呢 跟这个陈水扁等同相提并论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 在台风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个重大及时的一个新闻 那这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我们进行我们另外一个专题 POP抢先报 好欢迎回到POP RADIO POP抢先报 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黄光琴 我们看到在饶河街夜市里面 有一个小汤商 他叫做浪人食堂 那创办人是余思贤 他原先是一位博士生 那另外店长林依婷帮他经营这家店 比较特殊的是除了有博士开店之外呢 还有一位店员 还有好几位店员 他们原先都是所谓的游民 那游民我们讲说街友 作为这个店员这样的一个主力 包括我们今天邀请的徐天卓 徐先生也在我们的现场 我们一来介绍 思贤你好 光玉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徐大你好 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玉婷你好 光玉姐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我们当然首先来邀请这个创办人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博士毕业最后去摆摊 卖这个鸡牌啊 有炸鸡饮料 还有陪伴着书本跟木工小物 因为现在景气不好嘛 那其实当初会做这件事情 主要是 因为我们原本就来做这个社会运动 那希望说可以让这个社会公平一点 那当初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啊 我们一起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就发现 街友其实受到很严重的社会排除 那其实很多街友他很想要回到这个社会 这并不是说这是没有对错的问题 但是我们是希望说当一位街友想要回到这个社会的时候 应该要给他机会 他应该有这个选择 那么但是就往往就看到很多的工作机会 其实不适合他们 那我就想说那趁这个机会 那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可以量身 为他们量身打造的一种工作选择 对 甚至你在摆摊之前你做什么 哇 几乎都是做研究 都在研究 对 我就书呆子 埋头读书了 对 那在这个博士 这个主修士 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 你的学历跟你的出生背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是苗栗人 苗栗的客家人 那么 其实我的背景其实也没有太特别的 那就是 我念书读读读读 一路还算 就是 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唯一比较特别是说 大学是念数学系 也是台大 不是 那时候是读辅大 辅大 对 然后后来是 读数学读到有点无聊 所以后来 研究所的时候就想去读心理系 读心理所 所以后来就考上了中原心理所 然后后来念完以后 当完兵 再去台大读博士班 对 你这么有心向学啊 毕竟三个不同的学校 然后从硕士 然后一直念到博士 一直都满手书 对 所以你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这个生活 经济压力不用你扛吗 你都 我算是蛮幸运的 因为我父亲是这个高职老师 所以家里的经济状况还算 就是至少还有小康上 那所以你的学费都是自己赚 还是家里支持 家里支持 家里支持 对 那你为什么对这个街友这么感兴趣呢 或者说你的因缘际会你有认识 这个是应该是说因缘际会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做研究的 那当时就是会找一些研究主题啊等等 那我毕业之后 然后就认识了一群朋友 一群朋友 对 那这群朋友就是 就像这个 我们在做的 对 一亭一样的年轻人 那我是晚一点才认识一亭 那早一点是认识其他的这个 当时有一个 有一个团队叫做人生百味 团队 然后几位朋友 他们很关注 人生百味是主要是 就专注街友的这个一题 对 他们当时的主要的活动 是去收集圣食 剩下的食材 然后煮完以后 送到台北车站去 就是找一些年轻朋友 跟他们就是送餐 一起吃饭聊天 大部分是做这样的活动 所以那个时候 也因为认识他们 就间接的接触了这样的一个议题 对 那有 我觉得有些被这些 其实他们小我一辈啊 我四十几岁 他们二十几岁 被他们影响了 对 就觉得这个议题 其实背后有很复杂的 社会关系 那当时就 跳下去 就是看整个 台湾的整个的弱势 弱势阶级 到底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社会处境 像你认识这个 徐大 徐天卓先生是三年了 你们怎么认识的 那当初就 就是因为在 在人生百味那边 帮忙做事嘛 是 那时候就 他们有委托我 做一些研究案 那个研究案 就是想要了解 就是 在街头 流浪 然后讨生活 我们那时候叫做 街卖者 就是在街头 在卖 玉兰花 等等 这些东西的人 那 想了解一下 他们的生活的状况 当时就想说 可以找到什么样的切入点 可以去帮助他们 那 那时候就 找到 一位个人 就是 就是徐大哥 你再做 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是 原先应该是 有正常的家庭 有工作 那后来为什么 做街友呢 你靠近麦克风 徐大 我因为是 在 差不多 38岁 家里就 老婆就在 闹离婚 其实 我那时候 也是 不得已 跟她离婚 我老婆 她是 忘华人 因为 就那时候就开始 出来流浪 我离婚之前 下去 我就 到处流浪 就是因为 你离婚之后 你就不能住在 原先的那个家庭了 对 那时候有小孩吗 那时候你有工作 我已经很大了 我那时候 刚好在开计人车 在开计人车 对开计人车 我那时候开计人车 就是给人家做一个宝 我的信用都被人家搞垮 这样 所以也不能再开计人车 你的意思 那有负债 负债是 负债来讲 不是我的名字 是我的名字 是没错 但是都是一些 好像人家伪造的 这样 那你后来 失婚 等于说离开原先的 那个婚姻 也不能住原先那个家里 小孩子算大了 那计程车也不能开了 那时候你对你的 人生的规划 也没有什么计划 就是处处流浪 就到导演 待了一阵子 待了一阵子 也是处处打工就对了 打什么工 零工 零事工也有 什么都有都做就对了 那时候可以供你在外面租屋 或正常的再重新开展你的生活吗 也是有 但是那时候你也知道 差不多在 差不多在15年前那时候打工 来讲真的住宿舍也要钱 那时候工资有稍微比较高一点 不会像现在的工资 剥夺走 现在工资 顶多是差不多在 1100、1200 有时候住宿舍还要扣钱 那时候我们住宿舍都不用扣钱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流浪一阵子 就往南部下去 南部我坐的高铁 在2000年那时候高铁正在缺连锁 我先去做了款宝 款宝这阵子在上了高铁 我在高铁差不多将近做了要 做到台中上来 有 一打算心理又打算说 看有没有办法跟我前期复合 有回来找过他们 但是我对方的群细都不理 所以就出出流浪 流浪也被人家 一些证件啦 借人家 金茂庸雷的诈骗集团 就是 那个 银行里面的那个 带上人类的诈骗人来的 我也不知道 被禁关了 关了差不多两三个月 这样 我就在台北 出来就在台北 刚出来 也没有去找台北的朋友 我就躲在西门町里面 我也没有去找一些什么 教会里面吃的东西来 都没有啦 反正靠我十几个人在台北 西门町 躲在西门町 到处捡 能卖的就捡卖 不然就去挤牌 打工 有钱就是打工 然后就是 一到一个朋友在卖一朗花 我就跟他学习 他也不知道怎么串喔 就自己磨手 他之前拿的剩的十几串 给我 奇怪 怎么这么好卖 那时候没什么本钱嘛 那时候一朗花是算金的 一斤好像 一百五百四多少 现在 现在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 我有研究没有卖 那时候刚好 我认识人生百位 也是在差不多三年前 刚好百位 一个尾牙 也是一个社会局的 一个张先生 他现在也没做了 在张献中 他牵引的 他在说 拿水有 有水 燕的街油 来帮助 来帮 帮人生百位 接卖 一些 食品就对了啦 就是果干 还有一口心灵书 我记得那时候是一口心灵书 还有水 亚叉 我说 我心灵书在想 有这么好卖吗 那我就打算 好 等过完年 等过完年再试试看 那百位那时候刚好 在兰二门那边放下 每次我就好 就等过完年 这个一段 真的有一段 一段的距离啦 很深远的距离啦 就过完年 春久 还刚好也遇到 张献中 一个当代漂泊 在办那个春久 很巧 办在那个 华山那个什么 华山社区吗 华山那边不是 有一个什么 清夜吃到饱的 我说好 刚好我也很幸运 拿到单子 刚好 我也很高兴 刚好遇到仙中 我说先生 那你不是上次给我讲 那个有什么 人生百味的东西 让我买吗 我说 他就留留电话给我 打电话打不通 怎么做到 差不多 没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刚刚这个 徐天卓先生 讲到这边 我常觉得 每个人有个人生 台湾其实充满了 各式各样的人 而且人生百态 那 以徐天卓 徐大 他这个人生是 比任何人都深刻的 那偏偏呢 这个我们刚刚 访问的余思贤 他把这些人串起来 然后 在这个 然后接搭成了一个 让人食堂 那 让很多人 他们能够 进去 然后了解到他们 那我们今天节目 也是基于同样的一个心态 那我们马上请到 我们的这个录音间 我们休息一下 今天的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现场有三位来宾 一位是 让人食堂的创办人 余思贤 另外是店长 林一婷 还有我们刚刚访问的 呃 原先是街友 呃 居无定所 呃 后来也到 让人食堂里面去 这是特殊的一个人生经验 徐大 你继续讲 后来呃 有一位社工协助你 然后你又找到百味这边 你可以去批一些东西 然后去卖 然后结果如何 结果如何 卖的 吓吓叫吗 我觉得 这 如果 那时候真的卖的很好 呃 百味的东西 他第一批货 这十样东西给你去卖 他没给你收钱 我感觉他 第一批货 卖的很好 我就那时候的定点我自己选的 我就选在台北北车 星光山原那一带 将近卖了 将近四个多月 我突然自己也吓到 很多访问都来访问我 第一个我记得好像是他 就是做社会工作的 这个女私嫌 我有一种印象 还有一个香港的女孩子 是 第一个就是他 然后慢慢上 哎 也有什么 虎林大写的啦 有什么 都很多社会系的 到别车去找我 我自己的感觉下到什么 他说 我怎么这么会卖啊 你一天卖多少 收入 收入那时候 加跟卖一兰花 说真的 一天的收入 至少有1500到2000 1500到2000 对 那时候 扣掉本钱 你后来有想到去找一个居所吗 重新 有住家 然后你自己生活 你没有想那么多啦 没想那么多 有存钱 那时候就住在网咖 哦住在网咖 其实也是也不错 那时候网咖 我们说真的 一个晚上才100块 9点进去 但是我早上 我早上就是固定 很早就要起来 去补货先卖一兰花 一兰花卖完 我再去卖百贵的东西 对我们知道网咖是可以过夜的 而且是简单的领域设备 可是他毕竟不是一个家 一个房间 一个床吧 对 那你每天过这样 睡沙发 睡沙发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你可不可以 应该想到说 我稍微回归我正常生活 改善一下我生活品质 有没有这个想法 有啊 有 他也有做到吗 有 有做到 刚好 在网咖的住了一阵子 那边也闹了一段风波 嗯 然后刚好 突然间心想到 我一个果菜公司的朋友 嗯 以前也是在 班后子里面当 组长 嗯 他没有做 嗯 他是要先做 嗯 做顺忠 嗯 他们的兄弟都是在果菜公司 嗯 啊 那我遇到他 他 他 周先生他也被我们的 果菜公司那个 嗯 第二 哎 生 第二个老板 嗯 外包的老板 给他 嗯 不知道什么原因啦 嗯 他们的 辞掉都没做 嗯 然后他 在外面 拿了一些 拿到一些 进口菜的后柜 那时候就跟着他 嗯 拆后柜 进口菜 嗯 然后 有时候跑山上 嗯 山上的工作 嗯 说坦白话 嗯 就是抬棺材 嗯 那也是很好 嗯 一天一千四 嗯 因为 我们 以前时候在抬棺材 是三百块 你也说你也抬过棺材 有 嗯 我刚出上台北捷運 嗯 没工作也是抬过棺材 嗯 绿色的那时候一百块 嗯 那很 很大 嗯 很大 是 你你特别提到这个朋友的意思是 你们后来 嗯 嗯 后来 我最近才跟他疏远了 因为 牧者人士开幕下去 我当然啦 我在 假如我这样 真的 我身体 我年纪也大了 六十岁了吗 对 我年纪也大了 六十几了 六十几了 对 有时候说真的 要加那名 牧者人士的浪年食堂 嗯 还有一些文艺 文艺的浪年文艺 文艺啊 嗯 说真的 文串真的也不好卖 嗯 要靠你介绍 嗯 我今天真的 对 偶然承认他们 嗯 嗯 嗯 徐大 你的意思是说 后来最终的落脚 在浪年食堂 你感受到说 比较稳定了 对 而且多亏有 这样一个像家一样 感觉的一个 我们讲停泊港 是吧 那你现在 有自己 私人的租家 有租房 因为你已经有一个 我租房子是 也是要等 这个月底 也要 这个月底 哦 那太好了 哦 是租房的朋友 那边 先居住朋友家 朋友的 因为这个夏天 没办法睡 是 天气很热 嗯 我那朋友 也对我扬啊 嗯 我在那边 讲很多 非常了解了 不容易 不容易 不过 徐大 我鼓励你一句话 你那个生活打拼 跟我们生活打拼 是一样的 好 一样的 呃 我觉得处理好 自己每一天 呃 你能够对你自己负责 好 靠着你卖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值得 令人敬佩的 那至于说 我们要过多好生活 网卡也是生活嘛 好 但是这个感觉不稳定 如果一天一天的 你累积到 足够的 好 我们讲就是说 能够寻找一个正常生活 让你六十几岁的身体 能够至少躺在一个 比较 我们讲说 至少冬天可以盖棉被 睡得舒舒服服的 好 的这样的日子 我觉得那个就是 你苦尽甘来的一天了 好 我们休息一下这段广告 马上回来 哈 抢先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在座还有一位 让人食堂的店长 依婷 你大概是跟 像徐大这样的长辈 以及其他 你们还有其他的 譬如说 街友 蓝坡 阿美 等等 你跟他们生活 应该是最密切的 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你们上的食堂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 生命组合 其实 当初 接下这个工作 就是 我之前有 在超商做加盟者的时候 就接触过一些无家者 然后在百位当志工的时候 接触更多 就会了解每个人 其实他背后都有一段生命故事 那那时候会想说 如果我把他们的生命故事 套在我自己身上 我有没有办法 活出跟他们不一样的人生 那在让人食堂 其实我们 陪利者是很多元的 有女性男性 那也有 有家的 你说陪利者是什么意思 陪利者 就是我们 陪利者 的店员 店员 你们叫陪利者 对 那像陪利者 他也有有家的 那也有 露宿街头的 那其实 在跟他们相处之间 就会觉得说 其实居住问题 对一个人的影响 是真的很大 你们会 除了 有一个小摊商 让他们依靠之外 你们会解决他们 这个面向的问题吗 这个就要 所以店里面 有足够的设备 可以让他们 好好洗个热水澡吗 在冬天的时候 目前还没有 没有办法 OK 还是要靠 送他们一个钓竿 叫他们怎么钓鱼 让他们生活慢慢的 良性循环 是 OK 你继续说 除了徐大之外 像兰波 阿美他们的来历 像兰波大哥 他是有家的 那其实他之前是在 远东航空当 维修的工程师 那当初就是 人员缩辩 之后他就失业了 那他想说 失业之后 就是照顾家里的孩子 他有三个女儿 那大女儿跟二女儿 现在是在外县市当护理师 那小女儿的部分 就比较 就是他从小就有 身心状况 就是重度智能障碍 这样 那他想说 失业之后就是 帮他老婆减轻一些负担 就是全职在家里 照顾小女儿 那后来没想到 就是其实 担任照顾者的压力很大 当然当然 那除了他老婆之外 他自己也陷入了 一个忧郁的状况 那最后不得已 就是把小女儿 送到疗养院去 那他自己 就是慢慢的恢复中 那后来他就接触到 梦想城乡 那梦想城乡 有一个木工班 就是 他会觉得说 有一个地方 可以让他去 做一些木作的东西 让他敲敲打打 抒发自己 生活上的压力 对 那他就觉得 那是一个 他可以安心自在的地方 所以你们后来跟 木工小物 这个做连结 是 这个也是其中之一吗 呃 我们有跟木工班 就梦想城乡合作 那我们文创摊 有卖一些他们的 木工商品 那这蓝破大哥 就好发挥了 对对对 真的是木工界的蓝破 是 那阿美呢 那阿美姐 她现在是露宿在 蒙甲公园 那之前 就是我会常常去找她 她有时候会在 万华社会局里面 就是做着休息这样 那就是跟她聊天过后 她是 其实她们家以前是 呃 进口商 娃娃的进口商 嗯 那家庭还算是小康 还蛮富裕的这样 那后来是因为 家里的事业就是 倒垮了之后 没有办法养 养她之后 就流落街头 嗯哼 那失去家庭的支持 就是跟兄弟姐妹也都分散 四散各地这样 嗯 那她一个女生 在街头上 其实遇到会 比男性相对来讲 会遇到更多困难 真的 而且有风险 危险性 对不对 那女生她可能 更需要一个 舒适安宁的一个环境 对不对 是 所以后来 因缘忌讳 都收拢到 浪人食堂 那你们的业绩呢 业务呢 业务嘛 所以说大家聚集在一起 大家都变成说 正常的生存的能力 有 但是可能累积不了 就是说自己 能够每个月 这样至少一个 正常的生活 是 一个经济状况 是 目前就是我们 在现场的陪力者 就大概 每天固定会有两位 嗯 那就是一位 负责顾文创谈 就是由徐大 徐大哥 跟兰博大哥 他们很会卖东西 然后有一个是创作者 对对对 他们对文创谈的商品 就 很多情感连结啦 所以介绍起来 会比较顺 那阿梅姐 目前是在饮料摊部分 帮我们出 出茶 跟煮茶 嗯 那相对就是 会觉得她的 学习速度会比较慢 因为她 住在街头上 她会没有办法 专心在工作上 嗯 因为街头上的 危险性跟压力 让她 其实精神状况 有点 有点问题 就是每天还是回到她原 是 待的地方 然后上班时间到你们这来 是是是 是 好 大概也只有你们这个地方 能够让她 至少给她一个空间 一个时间 让她学习嘛 是 那so far到现在呢 经营的如何 4月份才开始嘛 对不对 目前还在慢慢进步 还在慢慢进步 不过我真的是大开眼界 我增长见识 是 我真的第一次接触到你们这个领域 才知道是可以这样子 呃 起家的 可以这样说 之前你要摆一个摊商 要进入饶和街夜市 其实不容易的 要组一个浪人实态 就是把你的 关注 真的不是只是书本 只是学理 好 只是做研究 街头的调查 你要化为实际行动 这个时候 我觉得给你掌声 但是起家也不容易吧 对不对 当然这个 其实书上的东西啊 进去 刚踏进去的时候 在第一部大概书里面的东西都没有用 对 那靠的是什么 靠的都是直觉 就马上你要反应 客人的一个眼神啊 就是 你任何的打点 然后现场的应对 其实那个是 很吃你自己的一个反应 因为你要竞争 你又要经营获利 对不对 但是 包括疫情这边要管理 对不对 那每个客人都知道 你这家店很特殊吗 不一定哦 不一定哦 所以要拿出 这个一般的那种 对 跟一般摊商是一样的 我们一开始 我们一开始就没有 没有设定说 在卖小吃的时候 要用这个街友的议题 就用这个议题去吸引大家来 我们觉得 应该是用吃和喝 就是好的东西去做一个桥梁 让大家过来 吸引大家过来之后 他才发现有这个议题 不想有特权就对 对 我觉得 我并不是说 我排斥用这种方式 而是我觉得 对于消费者来讲 我希望他们可以很轻松自在 在这个地方做互动 那我们除了要让这些街友们 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收入以外 那更重要的目的是 我们希望在那里 可以创造一种很自在互动的 一个环境 对 因为毕竟其实不管对消费者而言 或者是对街友而言 其实常常在双方互动的时候 其实都有一些心理上的包袱 那 像比方说 徐大哥 他其实比我还特别注意就是 上班的时候 那个穿着 对 那要特别 要洗澡 要洗干净 对 像这些东西 那我 我就是白天流润满身汗 我要 要顾摊 要帮帮顾摊 我还是照样去啊 我就不会太注意这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那 那是一种心理上的包袱 就是 你如果做的不好 你如果稍微有一点 可以强 会被别人 强化那个刻板印象的东西 他就会特别的 有一些压力 了解 对 因为他们以前曾经受过不公平的对待 我讲了可能是徐天作们 对不对 有人用泼水 有人用水柱 或者有人提示眼光 可能他们平常都会接触到 对 所以他们就特别的自律 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 希望把握这个机会 呈现最好的给大家 对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最后想请教 徐大哥 人生之余 你可以我们下个注角 下个 人生对你来讲是什么 人生对我来讲 嗯 说真的 我想开个小吃館而已 我以前小时候学过包水柱 嗯 这样 人生对他来讲其实有目标有梦想的 其实人生对我来讲 嗯 听了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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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知名的那个 艾伦 一个主持人 好 他呃 曾经有人问他说 呃 我活不下去了怎么办 那个艾伦告诉他说 继续游 swimming just swimming 继续游 好你又有一天 包括徐大哥你会把自己哦 这个手一压你头就冒出来了 你就会远离那个所谓的 让你觉得有溺水感的那种生活状态 今天非常感谢余思贤 还有林依婷 徐天拙徐大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谢谢 好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 我们呃 明天见拜拜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音乐一二三